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冠肺炎疫情在花莲扩大也波及到了校园 中正国小、富士国小以及富士幼儿园 景美国小和花莲市立幼儿园12号预防性的挺壳一天 县长许正卫、卫生局长朱家翔 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召开了记者会进行说明 追得到溯源的 所以在奥斯卡美食餐厅的延伸里面 就有9个人 而这延伸很多都是传给了家人 以及他的亲密的朋友 这里面包含了9个人 另外在慈禧医院的部分 院内的同事是4人 而另外有从慈禧医院出院的3人 也把他紧急抠回来做我们的检测 所以他们是阳性确诊 另外还有病患出院了之后的两位家人也确诊 所以在慈禧的这条线是9个人 另外小江达大美女补习班的部分 因为一个外师的部分 延伸出来五个学生 两个家长 另外在疫调中的 有一位是我们的花莲的老师 另外还有两位是富士国小还有富士幼稚园的学生 这个都还在疫调中 另外有一个是我们的社会人士也在疫调中 那外县是确诊匡列的 在花莲县有阳性的是1人 所以在这里整个30个人分析里面 就有奥斯卡以及医院小加拿大 还有在疫调中以及外县市 因为我们大家很关心的 属于我们慈禧院内的部分 因为毕竟慈禧是花莲很重要的医学中心 而慈禧也非常的激紧 所以在4月10号发现了当天 已经扩大了裁检了849名 而这也是昨天也有14名阳性的反应 那今天呢 在前天4月10号 昨天做了1764人 也就是刚才真未报的9个人的部分 这个一共有5个是阳性反应 谢谢 那在这里 因为这个富士国小有两位 一个是幼儿园 一个是富士国小的这个同学学生 所以在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7点 在富士多功能活动中心 为我们的学生还有村民来做快篩 这个请我们的这个 媒体的我们的先生女士们 帮忙多多宣导 就是在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7点 在秀林乡富士多功能活动中心 来为我们的乡亲来做快篩 即便您不是富士村的 或者是富士国小的孩子 也都可以到 就进到我们的这个多功能活动中心来快篩 那另外呢 针对于万荣麻远的 这一场婚宴的部分 昨天4月11号下午3点到7点 已经塞过了第1批203个人 通通都是阴性 那今天还有一天 也就是下午3点到晚上7点 也在我们的万荣卫生所 来为大家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